2022年4月12日 再次收到物资 是从4月9号一大早就发布要送来的物资 我的皇柴神终于把它送到了 看到了吧 这次的物资全部都是医疗用品哦 还有网友说的一包挂面啦 次收到物资的时候 我都有拍照分享 我相信大家看过我视频的人都记得 如果你们忘记 等一下我也会把它放在影片当中 我所收到的物资都是千真万确 真的是徐家会的小区发的 我们绝对没有照搅 真的不是像朋友发来的照片说 有各式各样的肉啊 有什么样的豪华套餐啊 我不晓得他在哪一个新闻看到的 但是我们真的不是收到那样的物资 告诉你们我们真的是很简约 到了吧 我现在在上海的生活的日常 就是六点半起床 八点之前一定要把抗原检测给做好 所以啊 两个眼睛都已经变成熊猫眼了 为什么变成熊猫眼呢 因为昨天要等我们的区分划分出来 等了太久了 早上四点多的时候 上海徐会他才公布出来 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竟然是被分在管控区 一路上我们的坚持跟努力 小区一路都是阴性小区 怎么会是这样的晴天霹雳啊 我不想住在西郊动物园呀 虽然是说在管控区里面 但是也不是让你自主的在小区乱走啊 公文要看清楚 上海发布的明明写的很清楚 我帮你们画好了重点 封控区 区域封闭 足不出户 服务上门 管控区 足不出小区 严禁聚集 可分时有序 无接触 领取物资 防范区 原则上在接证范围内 适当活动 避免聚集 当收到物资的时候 有邻居就问 为什么只有一包挂面呢 没有其他的粮食呢 志愿者就回答 那你赶快去团购啊 不会像他说的吧 把我们的物资送给明星 去做了广告用吧 各位的领导们 希望你看到我的影片 知道我们真实拿到的物资 并不是豪华套餐哦 家人们 一起加油 这一周 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 by bwd6 感谢观看